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吴惠凤它居住的环境 它基本上就是居住在广西的这个汉高的山上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的山,好多山都是圆层已经切到山 甚至有时候圆层比山还要矮 那这一些汽钱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人住在山沟里 但是吴惠凤他们家就很特殊 住在一个汉高的,你看这些山很高 他家也住在一个很高的山上的一个山坡上 这个山坡上呢,只有两户人家 只有两户人家,然后呢,全是就是寒陡的山 然后人也很热情 亲说我喜欢吃大蒜,他又返回去 非要送我几个大蒜 那这个房子的后面就是他家 我们看这个山上有一些大树 这是吴惠凤的邻居,右侧这个人是邻居 所以他们家只有两户人家 先修了一条路 这个路是不能自己开到他家的 可以,他家还在这个山口上面 然后来这儿呢,就非常麻烦 就是要走很多很多的山路 我们再看一下环境 就是广西的山非常非常多 到了山上之后呢,就是气温非常低 山下面就比较温暖 但是山上面呢,就是气温很低很低的 而远方这些就是七田 这个县叫龙胜县 龙胜县呢,最出名的就是七田 所谓的七田就是人口太多了 山沟沟蒸水稻可以就是不够正的 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山变成了田地 就是搞成一些围燕 然后下雨的时候水可以传住 也可以蒸水稻 叫七田 七田也是水田 大家可以看到明晃晃的这些就是水 那后面这些山啊,已经 光秃秃的了 最近这几年呢,因为好多人盖房子 到外面去买木头没有钱买 所以就把山上的水都砍光了 砍光了 就是人口太多了 好 那吴恢丰呢,也从家里出来 带了一点大蒜 哎呀,恢丰啊,你不用这么多大蒜啊 太多了,行行行,谢谢你 你自己要留一点吃 我说你自己要留一点吃啊 我不吃的,那个胃不好不吃的 啊,你少吃一点,你口一口 那个大蒜你可以煮一煮 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 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 要不然,要不然,要不然 想吃啊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那前面是我的向导 志永 这是一个邓祖向导 非常感谢他,其我找到了好多个再生人 他们在一个动画交流 好,汇丰,我们回去了啊 回去,然后呢,这个 如果有时间再来找你,谈一谈